是全球第一颗2纳米工艺的半导体芯片,将摩尔定律又一次推到了极限。 这颗2纳米的芯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 根据IBM披露的参数和数据,这颗2纳米芯片的性能比现在的7纳米高出了45%,性能提升接近一半。 而且在同样性能的输出下,功耗更是直接降低了75%。 同样的算力,2纳米的功耗只有7纳米的四分之一。 在2纳米制成技术的雕刻下,这颗芯片的晶体管密度达到了每平方毫米333.3百万个晶体管。 换算一下就是每平方毫米里有3.3亿个晶体管。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 你的手支架大概是150平方毫米。 如果用2纳米制成技术在你的支架上雕刻晶体管,那么你的指甲壳上能容纳500亿个晶体管。 显然2纳米制成技术不是横空出世的,坊间一直都有猜测,但是IBM这次真算是扔了个王炸。 这次公布的参数是台积电5纳米芯片的两倍有余,超过了所有人的估算。 蓝色巨人这个称号名不虚传。 在公开新闻稿中,IBM表示这个制成技术能帮助到各行各业。 手机、数据中心、PC、自动驾驶这些领域都可以实现性能的飞跃式发展。 2纳米在手机领域的应用就不多说了,更快的速度、更强的性能、更长的载机。 2纳米技术在数据中心领域最大的作用就是降低能耗。 说出来也许你很难相信,全世界所有的能源消耗中有1%都花在了各种数据中心上。 如果替换成2纳米制成技术的芯片,那么数据中心的能耗可以大幅降低。 在自动驾驶领域,2纳米也是一个杀手机的存在,可以让算法更快运行,提升自动驾驶汽车的响应时间。 同样的路况和速度,2纳米技术加持的算法可以比7纳米技术的算法更快。 说不定还能解决特斯拉的刹车问题。